做的一台車呢 是講的這樣子 好 這是前面 這是方向盤 然後有四個輪子 他說呢 畫比較小的是代表後面的輪子 哈哈哈哈 大概就這樣子 好這台車呢 有四個很重要的那個方向 就是呢 要怎麼樣可以 那個方向是很重要的 這個車要開往哪裡 那這個下面這個輪子是很重要 他講到說有四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剛才程雄老師講的 人的部分 就你要 你要以人為本 這其實無論是東方或西方 都是很重視的 你要重視你的員工 你要怎麼樣讓你的企業呢 可以對這個顧客呢 造成高滿意度 就是領導只要服務你好的員工 你的員工自然就會對顧客呢 產生了比較好的 那個跟他們產生好的互動 相反的如果員工 已經在公司被虐待了 你就會有辦法呢 展現出非常開心的一面 跟他們的顧客互動嗎 這是有困難的嘛 所以人是很重要的 然後第二個輪子呢 講的部分就是知識 就是別人的知識的解放 就是呢 那個學習 那個自我管理 這也是那個多拉克他在後期提出來的嘛 知識的部分 要實際可以上面可以運用 所以你會發現呢 多拉克雖然他沒有真正管理過 假公司他通常都在顧問比較多 這是他的專長 他把他的時間都要用在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寫作 另外一個就是思考 所以有一次呢 有一個算他的學生吧 就常常去幫他修電腦 然後呢 可是他就想說呢 那個多拉克先生 應該算是他這麼厲害 應該教他一下 有關電腦的部分 他應該就自己會啦 不太需要我每次都來修 可是他就想說 那我 他就跟那個多拉克說 那要不要我教你這樣子 他就說呢 不用 我還是請你來幫我修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的時間有限嘛 如果他用來學這個電腦的話呢 他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因為他 你要知道他那時候已經八九十歲了 跟我們現在呢 小朋友一生出來就玩到iPad 不是不一樣的 你用拿到都會玩呢 可是你要知道他那個 八九十歲的老人呢 對他來說呢 使用這個是 會花很多時間去做學習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部分就是 到底要不要學習新功 就去看自己的評估嘛 如果你覺得這個東西 對你之後未來都需要運用到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新學 可是你覺得你之後呢 你學這個反而呢 不如找一個人來 來幫你做 處理還比較快 就像是呢 很多人呢 明明外語能力也不好 可是呢 學習的速度 因為你對那個部分沒有 沒有興趣嘛 就剛才陳曉老師講 第一個是興趣很重要 你沒有興趣 你要硬學 那很不如就是 如果你之後已經變成是一個 專業人士了 再請一個 翻譯來跟你搭配就好啦 對啊 你就不要花很多精力時間去學 然後反而呢 成效還不好 因為你沒有那個動機嘛 可是有些人 他本來就是對語言 很有興趣 他很快就學會了 那你聘他來 然後呢 來幫你 就是跟你做搭配 反而呢 你會需要付出的成本 或者是你需要付出的時間 其實相對來說就是少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覺得重點在哪裡 所以那個多阿克呢 他自己本身也覺得那個知識呢 運用上面是很重要的 然後第三個的部分呢 就是 創新 他覺得創新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現在是世界不斷在改變 就是呢 不斷的在做一些 有一些新的發明等等之類的 可是呢 你應該從這些過程當中呢 看到已經在發生的未來 他說 創造未來的方式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現在 你現在的行為其實是最好 創造未來的方式 所以呢 你應該是要把這個 這個 你在現在發生的事情呢 好好做一些統整 看看有沒有是 已經在發生的未來 這樣子的話呢 為什麼 從這個部分可以看到 杜拉克他為什麼常常很有洞見 其實很多事情 在 嗯 杜拉克 就還沒有發生之前 杜拉克就已經預測到了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呢 因為他寫很多書 他是一個非常多產的作者 他基本上不是在寫作 就是在思考嘛 他出了 他大概有出到39本書哦 他的著作 杜拉克先生的書 都有39本 那 寫 就是寫有關杜拉克的就更多了 就是不是他自己寫的 然後是講說杜拉克教過他 然後 他呢 決定呢 把他 就是從杜拉克那邊學到的 寫了17堂課下來 或者是呢 就是呢 有人幫他 出了幫他的 呃 的管理相關著作 然後做一個統整 非常多 那麼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有很多都是做預言 例如說呢 像那時候 希特勒 崛起這件事情 他其實在他的書中就已經 提醒 就都已經有 有寫到了 可是大家一開始在他提出來的時候 是沒有很注意的 對啊 然後呢 甚至有些人在他還沒有很有名的時候 他大概二十幾歲就開始寫作了 他一開始還沒有很有名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啊你憑什麼這樣寫 這樣子 可是你現在再回去看看他二十幾歲的著作 你會覺得嚇一跳 二十幾歲的人就可以有辦法寫出這樣子的著作 不容易 像最近有一本那個 那個天安文化在出版那個杜拉克的 企業的概念吧 應該是這樣 這個書應該是這樣吧 可以再去看一下 他那本書呢 已經寫了 從他應該二十幾歲 應該已經寫了 快七十年了 你再回去看 你還是看了會覺得很有收穫 所以你就知道說呢 他這個理論呢 那個杜拉克 他是非常厲害的 一位管理大師 因為大師之所以大師 不是浪德勳明的 那很多很多管理學者 他們在做很多研究的時候 他們都很怕看到杜拉克的書 為什麼呢 他很怕他很很認真 花了五年到十年時間做了研究 然後做出來的研究結果呢 就杜拉克早上寫了 這樣子 那他就覺得他這十年幹嘛 杜拉克早上就已經 把他寫得還比較完整這樣子 所以呢 就很多那個管理學者 很害怕讀杜拉克的書 我覺得好像 前都好像是杜拉克很早就 就已經知道 或者他早就把他 歸類成他的理論之一的 所以就知道杜拉克 我們來讀杜拉克的書 其實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很好的 那無論你要不要當管理者 或是該黨領導者 杜拉克就講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CEO 所以呢 我們讀這些管理啊 或是讀這些 剛才江湯老師講的這種 帝王學 還是很有幫助 所以我們現在 沒有人當帝王嘛 可是呢 我們還是呢 這個部分呢 運用在我們 生活處事上面 或是組織管理上面 其實都是很有幫助的 這是第三個創情 第四個呢 就是 合作 你跟 你跟別人的互動關係呢 不是 不是是 控制 或者是命令 而是彼此合作的關係 所以這四個呢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開車的是誰 你想說開車的是老闆 不是 開車的是什麼 是顧客 你要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呢 其實呢 顧客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他這個 開車的這個方向的部分 應該是以客 就是以顧客為本嘛 所以他的這個 開方向盤的這個 是顧客 這個 這個